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BB机 有一次妈妈出差到北京 写信给我 说我会去看你 约好哪一天 我收到信 看完之后 我把这事忘了 我把这事忘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什么的 到了那天 我在学校里 忙忙活活上完课 有什么合唱团排练 戏剧社什么的 到晚上就 突然想起 我天 今天妈妈 在那个招待所等着我呢 到晚上大概 八九点钟 冲到对面 那个招待所 一推开门 招待所停电 我妈妈一个人 坐在那个招 那叫什么招待所 就是 就一小屋 一个床 一个小床头柜 坐在那 停着电 点着个蜡烛 在那吃方便面 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 就 一句话没有 放声痛哭 怎么哄都哄不好 就那种 就坐在床上 就抱着妈妈就哭 低回亏人子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长大了 那么多 块钱 还致边 混音 我